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剑一听 内心窃喜 老板随后又问起其他人的感情生活 除了Peter 大家都摇了摇头 Aaron在座位上哈哈大小说 哈哈 你们要是感情上有什么问题 可以来咨询我 这样吧 一个问题50块钱 满是送一 苏菲在旁边气不打一出来 说 这你 站在自己谈过几个女朋友就算资讯费了 Aaron一副老僧入定的样子 笑着说 哈哈 别说 我以前还真看过一本秘籍 虽然只看了十来页 书就凭空消失了 但就凭这一点 什么样的女人我都能搞定 小剑嘴上虽说是不感兴趣 但却默默打开了收付宝查看余额准备转账 Peter 更是一屁股坐到了Aaron旁边 老板却似乎想起了什么往事 突然叹了口气说道 给你们讲个我捏气死后的故事吧 20多年前 老板和友人A上同一所大学 他们二人因为才华信心相惜 成为了朋友 经常一起出入图书馆 一天 两人在图书馆里趴着睡着了 醒来时很晚 图书馆已经熄了灯 而这时 老板无意间看到了图书馆角落里面 传亮了金色的亮光 走近一看 竟然是书架上的一本书发出来的 书的册封上 用中英双语写着书名 老板心想 中英双语 习惯了 这附近的书我基本都翻过 怎么没见过这本 而且这名字 这封面 这是哪个年代的书 但这种种疑惑 老板把书取出和友人A一同翻了起来 这本书是以自传形式而写 记住了某个隐世家族继承人的一生 并讲述如何与异性相处的道理 书中精彩的叙述似乎有肉魔力 从翻开他们那刻起 老板他们就再也不想做别的事 看着看着 大约看到一半 两人又在图书馆里睡着了 等第二天早上醒来时 发现两人仍然趴在图书馆的桌上 但两人却都记得昨天晚上那本发光的书 还有里面的内容 谈论起来后 两人赶快去角落找 却发现 书已经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本 园林植物病重害防治手册 立在昨晚那本神奇书的位置 从此以后那本书就再也找不到了 虽然这本书 他们两人只读了一半 但效果却空间绝厚 原本在女生面前 连话都说不利索的有人A 一夜之间变成了情长高手 每周约十几个女生出去 有人有余 老板本来也是个不善言辞的人 然而在这本书的影响下 他能清楚地感受到 自己现在追任何女生 都有100%的把握 但他还是把目光对准了那个 暗恋许久的女生 而这个女生就是依依现在的妈妈 老板接着讲了下去 他和有人A在毕业后还见过面 地点是在一个酒吧门口 有人A搂着两个女孩 似乎有点醉了 老板认出了她 上去主动打了招呼 有人A听到老板的声音也很惊喜 酒精带来的醉意也似乎被冲淡一些 他拍了拍老板的肩膀 笑着说 哈哈你说 当年我俩看的是不是同一本书 你怎么过得这么惨 看看我 女朋友每天换都不带重样的 以后出去 可别说我来认识 丢人 老板拿起手上的红酒杯晃了晃 接着说 自然以后 我们有十几年没见 不过孙中 我初代去法国的时候 居然碰上她了 那时 老板感觉她就像变了个人一样 到了这样的年龄还是单身 依旧每天换着女朋友 但胡子拉叉 对自己的形象似乎也不在意了 老板问她为什么不结婚 她说现在谈恋爱 已经感受不到激情了 交往也好 表白也好 欲望也好 就像喝白开水一样 分手的时候更是觉得无所谓 她说 她现在的唯一愿望就是 找一个长下一般 但对她一心一意的女孩 然后自己再一心一意的对她 过一些平淡的日子 不过 经历了这么多 她已经很难对女生一心一意了吧 老板的故事讲完了 她把杯中的红酒一饮而尽 似乎陷入了回忆 苏菲她们也听得津津有味 一时没回过神来 艾伦眉头一触 心想 书 莫非 她开口问道 老板 你还记得那本书名叫什么吗 老板回答说 当然记得了 我后来为了找到这本书 三天两头往图书馆跑 还在管理员那里接收过书名 但对方去告诉我 这本书压根就没有过 直到现在我还奇怪这事呢 想想 这本书是英海双语的 英文名叫 The Book of Love 中文名叫 爱之书 艾伦心里无比震惊 因为他比谁都清楚 前段时间 自己看到的就是这本书 艾伦看来看老板 还想说些什么 但话到嘴边 却咽了下去 他想到 有些事情 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那么 我们先不管艾伦和这本爱之书 而是来说说老板的故事 为什么老板和有人A 看的都是同一本书 他们得到的是同样的知识 结局却相差这么远呢 转眼之间 沐浴说已经一百期了 从16年4月的第一期沐浴说开始 这个节目也已经走过了快三年 其实 最早想要做这档节目的想法很简单 就是想要做一个有趣的人文科普类节目 比如 有时想通了一些事情 又或者学到了一些知识 便可以通过视频这样的形式传达给大家 然后 为了让这些比较抽象的知识更有趣一点 便给它加上了故事 又有朋友 会在私信弹幕和评论区留言问问题 又加入了问答环节 但总体来说 作为一个科普类节目 沐浴说是以传达技巧 观念和知识为主要目的的 那么 做这种节目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又或者换个问题 得到了这些知识 能够有什么用处呢 这个问题初听似乎是一句废话 因为知识肯定是好事 得到了一定有用 但有时 拥有更多知识 带来的并不完全是正面的作用 比如 故事里提到的那本神秘的爱之书 老板和有人A都看过 但他们运用的方法却截然不同 老板利用爱之书得到了依依的妈妈 而同样看过死书的有人A 却始终找不到真爱 而这又是为什么呢 在我看来 知识的用处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说 那就是 A 知识如何帮助我们改变自己 B 知识如何帮助我们看待别人 关于第一点 知识可以改变我们做事情的方法 让做不了的事情变成可能 或者 让原本错误的方法变得正确 又或者让本来正确的事情做得更高效率 比如 小时候 20以内的加法都可能会错 但大了以后 就能学会从1到100的等查数列求和 又比如 小时候不知道如何讲一个故事 而长大之后 可以写很长的文章 也可以做很长的演讲 甚至写一部小说和剧本 这都是后天积累的知识 所带给人的长进 但是 除了改变自己以外 知识还有另外一个用处 那就是 能加深我们对他人的理解 对于这一点 有些人并不是特别清楚 我们详细说来 在我们了解到更多知识之前 人类会更倾向于对别人进行简单的判断 比如 有些人在小的时候 会觉得路边的小贩违规摆摊很自私 又或者 看到夫妻吵架特别大声 就觉得非常讨厌 又想去劝 又或者宿舍里出现了一个沉默寡言 不合群的人 就很讨厌他 并联合大家一起孤立他 但是 当见过了更多的人和事 了解到了更多知识的时候 会渐渐地不把这些人当成单纯的坏人 比如 想到路边的小贩 可能有生活的难处 夫妻吵架其实是他们俩人自己的事 而那个沉默寡言不合群的人 可能只是单单的不善言辞 并不表示他讨厌其他人 我小的时候有这样一个故事 那时坐火车 有时会坐到靠走道的位置 而这时 就会有农民模样的中年男人 以着靠走道的座椅靠背站着 因为靠得很重 所以常常会挤占到座位上人的空间 那个时候 火车上的条件并没有现在好 我看到那人的衣服很脏 又几乎站了三分之一个座位 但坐在座位上的母亲 却只侧头避着一眼不发 母亲平时很要强 我很义愤甜意地跟她说 为什么不让那人挪开 她的回答却让我很意外 她说 在车上站着是很累的 这一路时间这么长 要体谅他们 于是 我就不再说话了 而从此以后 见到这样的人 我也学会了不说什么 这何尝不是知识的另外一个用处的 当我们懂得的东西少的时候 常常会以自己所能接触到的知识 来架构对这个世界的认知 建立一个世界的简化模型 比如 自己的位置是属于自己的 别人不应该侵占 但当我们了解到更多知识以后 会把这个世界架构得更加复杂而准确 比如 了解到人们都会有累的时候 就会对公平和正确有更丰富的定义 于是 变得更加可以理解其他人 而这 就是知识的第二个作用 那就是 知识让我们拥有了同理性 明白了如何站在他人的角度进行思考 所以 如果有一档科普节目 可以让大家增长知识 并且用这些知识 让大家更好的做事 也拥有更多的同理性 更好的与他人相处 那一定是有非常重要意义的 而这 就是墨鱼说这系列节目的制作目的 当然了 墨鱼说这节目并没有这么神奇的功能 节目本身很简陋 很多地方都差强人意 明明是周日更新 却也常常脱更 但这份心意确实是没有改变的 在很多时候 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 共同决定了我们自己所在的坐标位置 但如果 我们的目标清晰 那么一定会一步一步的 每次都比原来更加接近目标的 最近 墨鱼说多了片头 而里面有一句话 很多人询问为什么要这么说 其实 知道一个知识 本身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因为学习知识只是先后而已 如果有人不知道 学就是了 谁也不应该把知识用来炫耀 但当我们学到知识的同时 明白知识可以带给我们 自己能力的提升 以及增加对他人的理解和同理心之后 便可以因为这些知识 而成为更好的人了 或许 知识就像故事里面提到的爱之书 它让老板变得幸福 也让有人A变得不幸 而幸与不幸之间 是因为两人对于知识 不同的运用方式 我想 或许像老板那样才是正确的 毕竟 知识不应用来炫耀 而应让我们成为更好的人 好了 又到了回到问题的时间了 我总是遇到这种事情 在狭窄通道里面 人群密集经过 我骑着电动车慢慢走 后面有一个三轮车 按喇叭声音特别大的那种 我回头看了一眼没理他 然后他就一直按 我吓了一跳也没理他 周围人都看他 后来越想越气 就想着在身上带把刀 如果下次遇到这种情况 就去朝他脸上捶 他敢还手就捅怕 我是个老实人 总是这样沉默 但感觉这么下去 这种事情我会做得出来 不知道大家遇到这种事情怎么处理 我才20岁 其实 对于这件事 我的主张是不要过分压抑情绪 当情绪有但不强烈时 一定要主动说出来 表达不满 并不是只有打人这种极端方式 还有很多种其他的温和方式 比如在当时 你可以回头跟他说 前面人很多走不快 你别按喇叭了 没用 这样说出来以后 就算他不听 你因为说出来想说的话 心里的憋屈也会小一些 因为你不习惯这种表达方式 第一次把内心话说出来时 语气常常会很奇怪 可能会显得特别生气 又或者是特别温和 没有恰当地表达出你的不满 不过没关系 当你走出第一步后 之后你会越来越熟练地表达 千万要注意的是 一定不要过分地压抑情绪 一直心里有不满却不说 这样积累到某天 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甚至是灾难性的悲剧 看小说也是一样的 我刚记住小说的时候 喜欢爽文 争霸后宫罗奥天不亦乐乎 但越往后看越挑剔 要学剧情架构 和理性 主角个性 力量体系等 找小说越来越难了呢 起点的排行榜好久都不变动 还都是爽文 看名字都能猜到内容 可咋办呀 如果对网文失去兴趣的话 可以试试去读一些名著 比如之前沐浴说 在97期时候做的 月亮与六边市 又比如最近微剧场 做的红楼梦之类的 不知道 这样的故事 会不会对你产生吸引力呢 又到了预告的时间 下周红楼梦当然会继续更新 而微剧场也正在做 《权力的游戏》第七集 估计在本周或者下周 就会和大家见面 而其他的节目呢 就留一些悬念吧 好了 今天的沐浴说就到这里 如果有什么问题 可以加微信公众号 沐浴水星 被在里面留言 公众号里面 常常会有其他地方 意外消失的视频出没 也会有专属语音之类的 想象不到的惊喜哦 你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这些事情和留言被看过后 说不定下期就会说呢 我叫沐浴水星 欢迎关注我们的 新浪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每周日更新 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还能找姿势哦